经典原味普世蛋挞 还是钟爱吃肯德基、利莲的蛋挞啊 肯德基相对比利莲的腻歪一点 但是也是人生第一次对蛋挞有了认识并深深的喜爱上了 这几次做下来 这个配方是最类似肯德基蛋挞的味道 好激动 此配方大约18个蛋挞的量 牛奶 125克淡奶油 250克蛋黄 4个全蛋 1个炼乳 25克白糖 40克低筋面粉 15克 1牛奶中加入白糖 隔住开水将白糖搅拌融化 2加入炼乳、淡奶油 搅拌均匀 3将蛋黄和全蛋打均匀 尽可能的打均匀哦 由于融化糖的时候只是隔住热水搅拌的 后来又加入了淡奶油 所以温度不高 直接将打均匀的蛋黄和全蛋加入搅拌均匀 如果有的同学是直接加热融化糖的 务必要等牛奶冷却哦 4筛入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5将之前做好的碳水过筛 最好过筛两次 这样口感会好一点 最后倒入踏皮 6烤箱预热 200度 中层 20分钟 表面有焦焦的出现就差不多了 小技巧 1 1. 踏皮我是网上买的现成的 起酥效果很好 但是是马其林做的 以后技术到家了 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健康呢 2. 我之前踏水到大概7分 感觉还是比较少 我比较喜欢吃厚厚的哈 所以这回倒的比较多 大概有8 9分 但是也没有溢出 烤出来也是我要的厚厚的那种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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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